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视讯系统的时候 我们是用电话扩音的方式开会 我们开会的内容会有分早会跟细会的部分 那我们会请业务同仁报告一些相关的行程 还有一些资讯的交流 然后也会请同仁分享 就是最近房市的一些相关的讯息跟税务的部分 那因为电话扩音方式开会的话 其实它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部分 就是讲话声音不是很清楚 也没有办法看到对方的脸 我们在使用园长的会议视讯系统之后 其实有非常多的好处 我们不仅可以在开会的时候 使用这个分享简报以及报表的功能之外 广角的镜头也可以清楚的 就是让我们看到每个同仁的脸部表情 以及清楚的听到他们的声音 因为我们工作的需求 所以我们会要求我们公司的同仁具备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 因此我们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在教育训练这个部分 像是新人教育训练就长达三天 以往就非常耗费我们公司的人力以及时间 而现在使用园长会议录影功能之后 我们新人教育训练只需要档案回播即可 非常的方便以及有效率 使用EVER视讯会议系统 举办读书会的好处是 可以让我们幸福店的同仁 以及福美店的同仁 在举办读书会的时候 可以同步的沟通 共同的分享 以达到一起成长的效果 自从使用EVER视讯会议系统之后 让我们更有效率 更紧密 团队更有凝聚力